没学历 没履历 没关系 现在社会上的人 都看中这些没用的东西 太俗了 我不一样啊 我看中的是人 我看你人就不错 人挺精神 嘴皮子也挺俐落的 只要你能把车卖得多 提成你就少不了 更何况你又是朋友 介绍过来的 朋友介绍来的嘛 那自然可靠了 老板 什么朋友介绍的 这你就不实在了吧 连这个你都跟我装胡说 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 这就更难得了 有女人能在背后 为你默默地奉献 年复不前 女人 您 您说的那个人是林星吗 你问我 我问谁呀 这样子吧 你熟悉一下四周的环境 明天早上过来报到吧 我 我被录用了 废话 这些人倒在这边 这些人倒在硬末 你们这些人倒在这边 我会恨的 我只会拒绍 为何你却都没有 怎么是你呀 怎么就不能是我呀 怎么着 没见着那个女人特失望吧 别开这种玩笑 我这忙着呢 你羞不羞啊 这么大个人了 还耍小孩脾气啊 看来我们虽然分手了 你还是没有把她忘了 不过我也能理解 说让你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就把一个人忘了 不那么容易 我就是喜欢你这一点 专情 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行了吧你啊 风鸭头小 胡说八道 你爸把你送到英国去 你怎么跑回来了 你都单身了 我还在外面晃悠什么呀 到底怎么回事 在经过坚持不懈 几次三番如红军 跨雪山过草地的艰苦斗争之后 我爸终于同意我回来工作了 工作 是跟你爸一块吗 我才不要整天和那些 臭鱼烂箱一起打交道的 本市最豪华的五星级大酒店 接受了北小姐的简历 所以我爸大人同意我回来工作了 真的 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本事呢 不过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你 走喽 吃饭去喽 走喽 吃饭去喽 不会有点好 没有对你 是没有任何人 帮我回头 你不小心